这个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是 问你 谁是互相平衡的力 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就是 A对B B对A A对B B对A 所以现在角 势力给球 球势力给角 这样叫作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在人家的叙述上 你就把它写下来 一个是A对B 一个是B对A 这样子就叫作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一个叫我爱你 一个叫作你爱我 一个叫我打你 一个叫你打我 这样就叫作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条直线上 那互相平衡的力呢 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的 A对B 势力向右 C对B势力向左 它的受力物体同一个 所以写下来的时候是 一个是A对B势力 一个是C对B势力 它们是同一个受力物体 刚才的作用力反作用力 一个是A对B 一个是B对A 受力物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平衡 必须受力物体一样 在这个图上面 就是B受力求受力 所以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作用在直线上 因为同一个物体 所以合力是0 要两力平衡 两力平衡 OK 会分清楚 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谁是互相平衡力 像这一题 这一题上面有 它说有一个是输对桌 有个是桌对输 有个是地球对输 一个是输对地球 好 第一个问题是 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第二个问题是 谁是互相平衡的力 第一题跟第二题 来 先问第一题 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答案可能不止一个 答案可能不止一个 你至少随便要跟我讲一个 答案可能不止一个 你要跟我讲一个 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看上面写的 你就可以把它简写成 一个叫做输对桌 好 那你就知道 那怎样 那输对桌的反作用力是谁 输对桌的反作用力是谁 刚才讲过嘛 A对B B对A 对不对 然后平衡的话 要同一个物体 对不对 好 来 请问 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答案如果有很多组 你至少跟我讲一组 答案如果有很多组 你至少跟我讲一组 帅哥男 21 21 谁跟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你说啥 上面有代号 上面有代号 大声念 我听不见你讲话 比如说WR什么之类的 那一撇就prime 或者你要念一撇也可以 W撇也可以 喂 多少 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看半天看不出来 啊 W point跟R 请坐 一个是输对桌 一个是输对桌 反作用力呢 桌对输啊 反怪就好了嘛 所以W point跟R 一个是地球吸输 另外一个呢 输吸地球嘛 所以有两组 W point跟R 还有W跟F 这样做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啊请问你 谁是互相平衡的力 这里谁跟谁互相平衡 这里谁跟谁互相平衡 来 停车站接问 谁跟谁互相平衡 来小女生 那你们班没有十次了 你们班到时候 你们班没有十次了 来 二号 二号 什么叫干嘛 问你问题啊干嘛 起立啦 谁跟谁互相平衡 不知道 不知道啦 生气啊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就惨了啊 要跟输对桌平衡 一定是叉叉对桌嘛 这里有吗 没有嘛 要对桌对输平衡 一定是叉叉对输嘛 有啊 地球对输啊 株称输向上 地球西输向下 有相反嘛 OK嘛 有可能 所以就是W跟R W跟R 如果要输对地球 要看平衡是什么 就叉叉对地球嘛 这里也没有啊 所以呢 就是W跟R 这也是考试喜欢的提醒啊 就是话 就是跟你讲这些 这些跟你讲 有这么多 这些力啊 然后问你说 谁跟谁是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啊 谁跟谁是互相平衡的力啊 我会给各位一张学习单啊 让各位练习写这个啊 知道它的力图啊 然后知道谁是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 谁是互相平衡力啊 这是一个我们喜欢考的重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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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